很多股民疑惑一个问题 自己买的股票经常出现下跌 而卖掉的股票呢 却经常出现大涨 为什么手握上亿资金的主力和机构 盯着我这账户上只有100股的小散户呢 到底什么样的股票容易出现拉伸的走势和行情呢 其实庄家的成本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强弱分界线 当股价越过庄家成本线之后 庄家开始浮营 而为了扩大盈利呢 通常庄家不会拉伸股票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方法 轻松找到庄家建仓的成本 识别由若转强的拉伸信号 把握主声量的翻倍行情 由于此内容过于真实 建议大家把视频收藏下来 以便于后期反复观看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长期收听我的内容 关注加收藏炒股不迷茫 收藏加点赞情谊涌散 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贝龙在田战法 贝龙在田一词出自周易潜挂 龙出现在田野上 有利于见到大人物来发展自己 也就是大得大牌之人 经过潜藏修养之后 遇到贵人点拨 还能得到充分发挥 有所作为 贝龙在田战法是这样一种状态 在上涨的个股中 突然出现高开低走的放量长阴线 一根长阴线 高悬的上空 给人特别黑暗的感觉 但是如果后期股价能够突破 则能够给投资带来非常丰富的回报 尤其是该类方法的个股 相对还是会经常出现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后期股价如果能够突破前期黑太阳区域 更能够说明洗盘的实质 尤其是在底部的区间 很多强势主力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吸筹 我们要把握的就是这种强势反攻的行情 就像在这个图中 首先股票在底部出现了一根掌停板 在掌停板出现的时候 下方的量能也是出现了放大的走势 而在第二天继续调整的时候 量能继续放大 这两天的这么高的成交量 是相对于前面是非常高的这种状态 也就是看到了市场中有非常多的投资者 想去卖出手中的筹码 而这种状态来说 其实对于大部分投资者 持有这种股票的这种信心是一种打击 但是我们要注意 如果说这个位置上确实是一种出货 那么这种时候的风险确实是非常大的 我们逃出去 那是应该得可当然的 但是这个位置上咱们也看到了 整体的走势是从底部才刚刚开始起涨 还没有出现过一波大涨的行情 那么出货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低的 而后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期间 整体的走势价格是在缩量的整理 而在整理的期间 咱们也看到了量能也是比较低的状态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随后价格在这个位置形成一天的突破 在突破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这个股票强势拉升的这种走势 而且在这个拉升的走势过往中 我们也看到了输现的强势的上工 在上工过往中出现了较多的长强性 而且是以涨停板的形式出现的 就看到了在这个区间其实是一种洗盘的这种状态 当洗盘结束出现的拉升行情 就是我们值得捕捉的一波的行情和走势 那么这种类型的股票我们如何去选到呢 其实它的选股条件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这种图形也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它的条件也可以简单来说一下 也是三个条件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条件 就是出现了一根巨音的放量洗盘的K线 这种放量的洗盘K线呢 给人也特别恐怖的感觉 但是呢 由于在之前是走势还是比较强势的 尤其是出现过掌情板 具备了掌情基因 其实呢 这还是一只强势股的这种状态 随后呢 我们就看到它在洗盘结束的这种走势 当洗盘结束 开始温和突破的时候呢 就是一种再次拉升的这种走势 也就是看到了这个市场中 机构再次强势拉升的这种走势和预期 对于我们来说呢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把握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图形 在这个图形中呢 是出现了初步的第一波的强势上涨 在上涨的过往中 咱们看到了一开始的这种状态呢 下面的量能也是一开始是非常低的 随后呢 越往后 它的量能呢 开始不断增加 其实呢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是具备一定的洗盘的必要性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不断的会有跟风排进行去跟随入场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于主意强势的这种拉升是不太有利的 所以呢 在这个期间 咱们就看到了一根高开低走的阴线 这个阴线对应的量能也是非常恐怖的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呢 对于前方的一些投资者来说呢 是非常的担忧的因为这个状态也就意味着这个股票吧 容易见到间断性的顶部不容易再出现强势的拉升了 随后呢我们果然看到了这个股票形成了一波的调整 但是呢我们发现在调整的期间整体的量能呢 却是出现了逐渐的缩小 尤其是这个区间呢 我们看到了后期呢 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突破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区间呢 不是说由于之前快速上涨呢 它进行了输货 而在这个区间呢 是进行了洗盘 洗完盘之后 它还有再次拉升的这种预期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个图形中突破之后 再次强势拉升的这种行情的走势 输现了大氧线的上空 甚至是连续的涨停板 这是呢咱们看到的一波再次拉升的主声量的行情 当然呢 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细节点需要去注意的 也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这个方法的一些精髓点 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 其实呢 这个方法的精髓呢 也是有三个点 首先呢 就是这个股票呢 是从底部开始拉起来 不要说已经涨上天了 再出现这种状态 再涨上天之后呢 出现这种聚音性的洗盘呢 那就有可能不是洗盘 而是真的可能是出货了 就说它要求的是从底部出现的拉升 而在拉起的过程中 是出现过多次的涨停的 也就是这个位置上具备了涨停基因 说明这是一支强势股 当然呢 在强势股也是有一个阶段强势的 因为后期随着跟风盘的不断涌入 这里面那些机构呢 也是选择要进行相应的洗盘的 而在洗盘的阶段呢 是出现的是缩量 这也是它的一个要求 出现的缩量的洗盘 而在之后呢 书前的温和的突破 突破之前 长音巨量调整的这根K信 就是买点 当然呢 这一种形态 其实呢 比较多数的出现在主力的底部建上去 因此呢 在买入之后呢 甚至是容易出现翻倍的行情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在这个图形中呢 是出现了一个几个的基点 从4块7毛1开始出现了上涨 在上涨的位置上 咱们看到了出现了两根涨停板 但是呢 在涨停板之后 我们就看到了一根巨大的阴线 高开低的 甚至是当天有可能是直接开盘 就是涨停 但是呢 从开盘的涨停呢 迅速的滑落 出现到了跌停板上 这种极端的这种状态 也是有可能产生的 而这种状态呢 就给其他的一些投资者 产生了特别恐怖的 这种不好的感觉 就想着出逃吧 因为这个股票呢 连续的涨型 在这个位置呢 出现了大阴线 这是有可能前方的一种诱惑 这是一种优多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于咱们投资者说呢 是不太有利的一种状态 所以呢 就会想着出局这种股票 果然呢 咱们也看到了 后方呢确实是出现了 量能继续比较高的 这个状态 也是有一些投资者 去迈出了对应的筹码 但是呢 咱们发现 这个区间呢 后续的走势呢 其实就是这种 小阴线 小阳线的那种状态 比较温和的 一个比较窄的 这个洗盘和震荡 而且呢 整个大的区间 也是一种震荡 洗盘的这种走势 这就是一个具备了 掌停板的强势股 随后呢 在这个区间进行震荡 洗盘 一旦这个洗盘区域被突破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一支股票 强势拉升的行情 即将到来 果然我们也看到了 在随后产生的一波 特别强势的上攻 这里的六连板的走势 这里的两连板 这里的两连板 强势的上攻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一种强势的拉升 甚至是从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上 也是出现了 一波翻倍的行情和走势 这是呢 我们也特别愿意看到的 一个股票 从底部进行建仓 建完仓之后 出现了洗盘 洗盘之后 进入到了拉升阶段 而我们最愿意补得到的呢 就是它在洗盘结束 开始拉升的这一个点 对于咱们来说呢 可以高效率的 去补着它的上升的行情和走势 好了 咱们今天讲到的 贝隆在前战法 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不要因为一只强势股 出现了长银巨量的洗盘 就出现担心 失去对于这只股票的一种信心 而是要耐心等待 它将来的拉升机会 把握它在强势拉升过程中的 行情和利润 希望今天的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的内容 更多炒股干火和技术等你来掌握 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视频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想学的内容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收藏加关注 炒股不迷路 忽然爆发的黑马股 有的时候呢 是特别突然的 很多机构也是措手不及的 那么这种强势的拉升行情 该怎么捉呢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方法 虽然第一波的强势呢 咱们可能错过了 但是呢 强势主意在建仓洗盘之后的二次拉升 是我们不容错过的 学会这个方法 咱们也可以做到与主力同行 与机构同步 轻松把握主声量的行情 建议大家把视频收藏下来 以便于后期反复观看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长期收听我的内容 关注加收藏 炒股不迷路 收藏加点赞 情意永不散 我们今天的课程主题是 快马加编战法 在形态上就是 股价呢 在底部已经开始涨了一大波了 在中间呢 是出现过连续的涨停板的 这种股票呢 其实是多数存在一定利好的 而这种利好 对于主力来说呢 也是出不及防止 主力呢 也就来不及进行建仓 那么他们呢 就直接用涨停板的形式 来进行去吃货 在之后呢 股价顺畅的下行 出现缩量 再然后股价呢 出现止跌 起稳 走出主升量的行情 其实第一波股价的大涨 我习惯把它称之为黑马行情 之后呢 股价开始缩量回调 股价波动弧度越来越小 像拖着长长的尾巴 最后股价呢 再次启动 我称之为叫快马加鞭的行情 其实呢 对于这一类的股票 快马加鞭呢 多属于是主升量的行情 至少呢 是属于是二次拉升的行情 一旦把握住 那么我们就容易获得非常丰富的利润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图形 在这张图形中呢 是在初期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上涨 在上涨的过程中 是出现了连续的三根涨停板 在之后呢 价格是出现了连续的调整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了 在出现涨停板的时候呢 对应的量能也是非常高的 这是符合了以涨停板形式吃货的这种动作 但是呢 吃完货之后 也考虑到市场中的承压了 所以呢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洗盘 我们发现在洗盘的阶段呢 量能是逐渐出现到了萎缩的状态中 甚至是到了阶段的地量 那么这种状态呢 就反映出来了 这个位置上市场中的抛售筹码 其实很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呢 挖出了一条 下降的趋势线 以这个位置的起点 包括这个位置的高点 或者说这个位置的高点 咱们挖出来的下降趋势线呢 也是碰到了比较多的位置 那么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下降趋势线 而在下降趋势线被突破的时候呢 咱们就看到了 这个股票再次起涨拉升的一种预期 果然呢 在这个位置上突破之后呢 就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上涨啊 其实呢 在第一根突破的时候呢 下方的量能还是不太明显的 但是随后的这种风量突破 这种走势呢 就是量价起升 出现了一大波拉升的行情和走势 同样的 那这种股票如何去选到呢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选股条件 它的选股条件呢 是有三个 首先呢 就是股价出现一波连续的上涨 出现一大波快涨 出现了连续的涨停 以涨停板的形式 结束建仓的行为 随后呢 进行缩量的回调 在调整的期间 股价波动呢 是越来越小 最后呢 量能也是出现到了极致的缩量 甚至是出现了地量的这种状态 随后呢 股价开始温和的上涨 甚至是出现了连扬的走势 这是一种比较强势的拉伸的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形 在这个图形中呢 股价从两块八毛九开始 缓慢的上涨 一开始的上涨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之后呢 出现了连续的涨停 在这个期间呢 四个交易日出现了三个人涨停 这种突然爆发的上涨 其实呢 是有一定的利好的 而在利好突然来袭的时候呢 背后的主力也是来不及建仓的 因此呢 只能是在掌停板的这个位置 进行相应的建仓 而且呢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 在进行建仓的动作的时候呢 有一些投资者确实卖出的量 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 卖给谁了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上的量 非常高的这个状态 其实呢 就是背后的主力 而主力在出过的建仓之后呢 就在随后出现了一波的起盘 起盘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位置上的量 能实在逐渐的缩减 甚至是出现了这个阶段的 非常低的这种量能的状态 我们呢 把这个位置的高点和中间出现的 这根高点 连一根下降的趋势线 在这两个高点划出它下降趋势线之后呢 就看到了它的未来可能会形成突破的这种走势 一旦这种走势被突破 那么后期可能会产生二次拉的行情 果然呢 我们在这个k线的时候呢 看到了价格被形成的突破 在价格被突破了之后呢 就出现了连续的长阳线 这个位置呢 其实也是比较多的涨停板的 在这个位置呢 也是比较多的出现了涨停板 一波就出现了三倍的行情 这就是快马加边战法 给我们带来的加速拉升的这种主生的行情 同样的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也有这个方法的精髓注意点要去注意一下 我们来说一下 其实呢 也是有三个 因为这个方法呢 咱们刚才强调的是强势主义的建仓行为 所以呢 咱们要求的是这种连续的阳线 甚至是连续的涨停板进行的市货建仓 在他们建完仓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一般对应的下方的量呢 也是阶段性的到了一个高位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意味着市场中很多的跟风盘的一种追入 所以说他在后期呢 进行了一个小额洗盘 而在洗盘的阶段 出现的是缩量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缩量的回调 当然呢 在这个位置上 结合中间的一些高点和一开始 建仓阶段的高点呢 咱们可以画一条下降的趋势线 当这个位置被强势突破的时候呢 就有再次的拉升启动的一个预期 也就是二次拉升的主生的行情 我们最后呢 再看一下这张图形 在这一波初步的上涨过程中 一开始呢 十只新股刚上市 但一开始刚上市的时候呢 量能也是非常平稳的 但是随后我们发现 在这个位置上继续的收出涨停板 但是呢 再继续收涨停板的时候呢 下方的量能也是开始不断的放大了 这种情况下 自然是里面的一些主力 在进行相应的一些健康的吃货 那么这种情况下 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量能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意味着有很多的跟风盘出现了 有一些散户呢 也跟着去买入了这些股票 但是呢 这种状态说呢 它本身就是采取了一种短线快进快出的这个动作 所以说为了把这一部分的筹码 为了把这一部分的投资者洗出局 所以说他进行了一个输入的洗盘 在洗盘的过程中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量能柱呢 也是在不断的进行缩减 也就是意味着之前进行短期交易投资者呢 他的这个交易的活跃程度也是越来越低了 而我们连接的中间的两个高点画出来的一条下降趋势线 当被突破的时候呢 也就是这个位置 有再次开始组成了行情的二次拉升 我们就看到了 在这一根强势突破 他的下降趋势线的时候呢 下降的量呢 也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这一根的涨停板 没有引起市场中太多的充满的注意力 也就意味着这个位置上 市场中对于他的涨停 包括后期的拉升也是特别愿意看到的 随后呢 也就硬市场的所需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的行情 在这个拉升的走势过程中 也是不断的出现长样线 甚至是出现连续的涨停板的走势 这就是快马加鞭给我们带来的主声浪的二次拉升的行情 好了 那么今天讲到的快马加鞭战法 大家可以回去仔细研究一下 特别是那些强势主力 在建仓之后开始洗盘的一些股票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长期关注我的内容 更多炒股干货和技术等你来掌握 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视频有什么问题 包括你有什么想去的内容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收藏加关注炒股不迷路 谢谢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股票底部出现哪种信号可以超级买入 原来聪明的游资都是在主力监仓完毕的这个位置 超级买入 学会此方法简单又赚钱 欢迎来到今天的专题课程 在前面的几期视频当中 我专门给大家讲了一些把握主声浪的方法 有不少粉丝朋友私信问我 如何在股票的底部精准的发现超级的买点 今天就针对股票超级买点的问题 我通过主力的视角 给大家介绍一套游资跟装超级买入的战法 第一次听歌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长期收听我的内容 为了让更多人也掌握本战法 建议在点赞的同时收藏本视频 也便于后期反复观看 关注加点赞 掌停不流汗 好了 我们的课程正式开始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主力超级的战法 同时也是能够帮我们捕捉掌停板的 微型反转掌停战法 这套战法主要是用来解决股票下跌过程中 所出现的一个精准的买点 主力资金流赚钱不发愁 主力这个话题呢 其实是市场永恒不变的一个热门话题 因为在市场当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主力 主力对于一支个股的趋势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何找到主力资金流入之后趋势反转的行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微型反转都发生在股价经历多轮暴跌之后 股价已经严重超跌 远远偏离了其价值 各类指标呢都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从而引发了股价暴力反弹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股价连续暴跌 所以已经距离套劳盘密集区较远了 即使个股反弹个50% 仍然难以到达套劳盘的密集区 而股价超跌之后出现连续阳线 有短线资金流入的迹象 另一方面呢指标也出现了底部背离 之后股价开始微星反转 中间呢不间断的出现长延或者涨停板 当然由于整体的趋势是向下的 因此在强反弹的时候 要有较高的风险意识 一旦发现走势不符合预期 要及时止损 就像这个图中 第一波的暴跌从64跌到了15 第二波的下跌呢 从15跌到了不到7块钱 是两轮明显的暴跌 之后呢出现了一波强势的反弹 从不到7块钱反弹到了17的位置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图形 左侧的高点是3块5毛钱 然后呢三轮的下跌之后 到了2块3毛4的位置上 下跌的幅度也是非常深的 而在连续的下跌过程中 我们却发现 其实筹码呢是被严重锁定了 也就是下方的成员量 是明显表现出来了缩量的状态 也就是意味着市场中的筹码 是被锁定住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市场出现资金流入 那么反弹就指日可待 果然呢在2块3毛4的低点位置附近 看到了连续的资金流入 出现了温量的五连羊 反映了一个是资金流入 第二个呢就是市场中的抛压盘 没有那么重 因此呢在后期就出现了连续的上涨 中间呢也是出现了多次的涨停板 那么这种类型的股票如何选呢 选股的时候有什么条件呢 我们来看一下选股的三个条件 它的条件呢非常简单 首先呢第一个条件呢就是 其上方的套牢密集区要距离现在的股价较远 或者呢已经在底部的集中了 也就是筹码套牢是非常严重的 而造成筹码套牢的原因 其实就是股价经过了两三波的下跌 指标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背离 而当出现温和放量逐渐推高的五连扬之后 可以去介入 这个位置就是市场中的油资看到了主力建造完毕 超低买入的一个位置 之后股价就出现了暴力的反弹 大幅的拉升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形 这个图中的左侧高点是在42块9毛9 而在右侧的低点是8块6毛1 当股价从左侧的高点下跌到右侧的低点的时候呢 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亏损 亏损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的投资者是不愿意抛出手中的筹码的 也就造成了一种筹码被锁定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呢 是由于经历了两三轮的大幅下跌 所造成的这种现象 指标呢其实已经是严重的背离了 在后半段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下方的量能是在不断的缩减 也就看到了市场中投资者 卖出筹码的意愿是非常低的 而在这个期间呢 出现了连续的五连羊 我们发现在这连续7.1的下跌过程中 我们看到量能也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意味着主动性抛出筹码的投资者 已经是非常少了 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出现连续的上涨 依然没有看到太多的筹码 想着去卖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主力拉升的难度就在大大的降低 因此呢就看到了后期出现的连续的上涨 而在这个位置的阴线上 而这个阴线就是市场中的游资 超低买入的绝佳时机 我们呢也可以借助这种思维买入 买入之后呢就获取它后期出现的上涨的行情 而在把握这种微型反转上涨行情的时候呢 有三个细节点要注意 首先呢就是股价是出现了两三波深度下跌 股价严重超跌 偏离了其价值 第二呢就是严重偏离了其套牢密集区 或者说筹码迅速向底部集中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股价暴力反弹也难以引起较强的抛压 第三呢就是当指标严重倍跌之后出现了资金流入的迹象 而这个资金流入的迹象就是市场中聪明的游资入场的一个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股价反弹个50%也是非常轻松的 只有把这三个点的细节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课上提到的这三个点的细节 大家要记下来 理解它背后的逻辑 我们在最终交易的时候呢才能够活学活用 所以主力资金流赚钱不发愁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微型反转的底部形态 如何去找精准的潮底的买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持续收听我的内容 更多炒股干货等你来掌握 欢迎在视频下方发表您对于本视频的见解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 即使是大家公认的牛股 也不是都天天上涨的 有的时候呢找到了一只大牛股 但是呢由于入场点没有选好 浪费了许多等待的时间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方法 只需要看一组连羊梯线 就可以识别牛股加速的起爆点 用这个方法 咱们也可以像机构操板手一样 精准的把握主声浪 轻松的收获掌听板 建议大家把视频收藏下来 以便于后期反复观看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长期收听我的内容 关注加收藏 炒股顾名门 收藏加点赞 请益勇散 好了我们的课程正式开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黄金柱加速基站法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黄金柱 就是股价连续收出四根阳线 其中第一根量能柱呢 出现的是倍量 或者说是文化的放量 之后三天量能柱呢 逐渐的收窄 我称之为黄金柱加速基 这种状态呢 说明市场的抛售力量很弱了 出现了吸收现象 如果该类股票呢 再有一点点的热门概念 很容易就出现拉升 而且呢 在拉升的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涨停板 我们呢 看一个具体的图形 在这个图形中呢 咱们看到的是一段明显的上涨 一段从3.86%上涨到14.33%的上涨 而在上涨的过程中 咱们就看到了在这个位置呢 是出现了一连串的阳性的位置 而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 咱们也看到了 在这根大阳性上涨的时候呢 它下方的成效量 是出现了一根明显的倍量 这种状态呢 是非常一种强势的上攻 但是呢 如果说这种卖出的人特别多 那么对于将来的上涨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呢 咱们也看到了后面的价格继续收阳性的上涨 但是呢 下方的成效量呢 是在逐渐的收窄的 也就是很多投资者也特别期待的一种吸收的状态 没有太多人想着去扯后腿 大家更多的想的是 按期待这种股票的一个上涨 果然呢 在这种走势出现了之后呢 咱们就看到了 它的一种图形 从当时不到5块钱 上涨到了14块3毛3的这个位置 出现了一波翻倍的行情和走势 那么这种方法 这种图形如何去找到呢 也就是如何选股的问题 我们来说一下 其实呢 它的选股条件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我们呢 把这个条件简单的分成了三个点 首先呢 就是股票呢 已经是脱离底部了 开始出现一波的上涨 然后呢 在上涨的过程中 出现了这种连扬的这个状态 又是符合了我们黄金柱加速机的这种走势 如果说再看一下 当时市场有没有热点和这个板块 和这个股票进行叠加 如果说有的话 对于这个股票 它出现这个上涨 甚至出现拉升 就是比较有利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在这个图形中呢 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上攻的走势 而在这个上攻的走势过程中 咱们看到了 这个位置上出现过连续的阳线 在这个位置呢 也是出现过连续的阳线 包括在这里 也是出现过连续的阳线 甚至是在其他地方 也有比较多的阳线出现 可以呢 看得出来 这是一只非常明显的 响顺牛骨 但是呢 我们也想要去找到 这种牛骨 我们在什么时候去介入 比较合适呢 我们就要来说一下 这种位置 其实呢 这个位置上有三次 正好符合我们 刚才讲到的 黄金柱加速机的这种方法 首先呢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了 出现了一根阳线 然后呢 下方的成员量 是出现了一个 放量的这种状态 随后呢 几天继续收出 阳线的走势 然后呢 下方的成员量 依然是在缩量的状态 等它缩到极致之后呢 就开始了慢慢的上涨 在这个阶段过程中 出现了一波 相对比较快的上涨 随后呢 在这里继续出现 这种黄金柱加速机的状态 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K线的时候呢 对应的成员量 也是在放大 随后呢 价格继续往上涨 不断的价格往上市上攻的 但是呢 下面的成员量 是在缩减的 也就是意味着 价格呢 在逐渐的往上推高 但是呢 这种推高 并没有引起太多 投资者的反感吧 也就是没有出现 太多人想着去抛售 这个五百代格筹卖 那么在这种状态中 就比较有利于 它将来出现的这个上涨 咱们后期的这个上涨 也是有目共睹的 包括这个阶段上 一开始也是出现了 一根放量的阳性 在这个阳性出现的时候呢 下面的量呢 也是在放大 随后呢 继续出现上涨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呢 也是出现了连续的缩量 在连续的缩量之后呢 看到了这一根 又形成了一个突破 突破之后呢 形成了一根涨情 其实呢 在整个这个阶段过程中 也是比较多的出现 像是上空的这种走势 这就是呢 咱们可以去把握到的 牛加速的一种位置 当然呢 使用这个方法 也有几个细节的点 需要去注意 我们呢 就把这需要注意的几个细节 给它去说一下 其实呢 它的细节 也跟它的旋骨条件一样 也是有三个点 首先呢 第一个点 要求的是 出现四连阳的这种状态 当然呢 你可以说 比它这个阳性 多一点也没关系 但是呢 中间是有它 四连阳的这个走势的 而且呢 在出现四连阳的走势的时候呢 它要符合咱们所讲的 黄金柱加速机的 这种状态 出现下方的量呢 再缩减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 当然呢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又是 期待这只股票出现上涨 或者快速拉升的时候呢 需要有一点点的热点的配合 像刚才咱们看到 它就是属于是一个明显的热点 一个出动 出现这种翻倍的行情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图形来说一下 在这个图形中 咱们看到了一个 从311上涨到了1331的这种图形 而在这个图形中呢 也是出现了咱们刚才讲到的 这种连阳的这个状态 首先呢 在这个位置 咱们看到了股票呢 出现了四连阳的上涨 在四连阳的上涨的时候呢 咱们看到了下方对应的成交量的这个状态 在这一天的时候呢 出现一个阳性 下方的量呢 开始放大 随后呢 价格继续往上涨 但是呢 下面的成交量是在逐渐的缩减的 这是呢 咱们所看到一种 比较好的吸收的状态 这种状态呢 是比较有利于将来的一种上涨的 那么这种上涨呢 就可以去帮我们 把握住将来的一种牛股 识别出来 这种牛股 即将要加速的这种位置 赶上这个热点去促进的时候呢 就能够出现一波快速的上涨 这是呢 咱们可以去把握的一种 翻倍的牛股的图形 好了 今天讲到的黄金柱加速进展法 大家可以仔细去研究一下 特别是对于那些翻倍的牛股 希望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持续关注我的内容 更多炒股干货和技巧 等你来掌握 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视频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其他想要学习的内容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在很多黑马骨没有启动之前呢 可能会被误以为是黑驴 或者说是死马 但潜龙在园 降必九天 其实黑马骨在腾肥前 也是有发出拉升信号的 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方法 说一下这个拉升信号 这个信号隐藏在一组 二口平行的成像量里面 看清了主力控盘拉升的意图 你也可以轻松的去抓去掌平板 建议大家把视频收藏下来 以便于后期反复观看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长期收听我的内容 关注加收藏 炒股多迷茫 收藏加点赞 情谊永不赞 好了 我们的课程正式开始 咱们今天要讲的方法是 龙岳渊战法 这个方法里面呢 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平量 其实呢 平量这种状态吧 是市场中一种比较特殊的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呢 看似是比较巧合的 一种事件 其实呢 平量也就是相当于市场中 出现了缩量 相当于出现了吸收的这种状态 而这个平量呢 其实并不是出现的巧合 因为呢 平量实际上是主力计划性 与市场的随机出现的天然共鸣 那么这种平量呢 就是随后倾斜的一种连接点 也就是爆发前的叙事点 我们呢 来看一下平量出现的一种状态 首先呢 在这个图形中 咱们首先看到 首先呢 是经过了一点串的下跌 在下跌的过程中 咱们看到了形成一个比较小的底部 在底部的时候呢 出现了凹口的平量柱 这种状态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求的这种 比较好的建仓的一种状态 在建仓完之后呢 出现的放链 就开启了它的拉伸 在这个拉伸阶段呢 也是比较容易的可以去捕获它的掌停板的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龙岳渊这个战法呢 首先就是主力在底部建仓阶段就出现了凹口平量柱 之后呢 出现的温和的放量 突破了前期的凹口平量柱的这个状态 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价格也是能够突破凹口平量柱的高点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意味着主力机构呢已经是脱离了成本区实现了温饱 当然呢如果只是量能突破凹口的平量柱呢 而价格还没有突破 那么意味着市场给了我们一些抄理的机会 其实呢 温量和凹口这种状态呢 就是股价要启动这个阶段 这种阶段呢就是咱们今天所讲的了 龙岳渊的这种形态 如果说再有一点点热点 一旦出现这种形态 投资者呢可以轻松的把握住市场中的大黑马 我们结合一段具体的图形来看一下这种方法 首先呢在这个图形中咱们看到的是一段比较好的上涨的图形和走势 从阶段的8块钱 然后呢上涨到了20块钱 这一边的上涨幅度是比较突出的 那么在这种上涨的过程中 咱们也看到了在启动的低点位置附近的时候呢 是出现过我们人所要求的这种龙岳渊的这种形态 也就是在下方的成员量出现了一种凹口的这种状态 价格出现了一定的下态 成员量呢也是出现了这种下态 那么这种凹口的形态就形成了 形成了之后呢 我们关键是要看他后期的这个走势 在后期价格呢 我们看到了是形成了一种突破 其实呢 对应的这个呈现量也是在下方形成了一种突破 那么在这个突破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个黑马骨即将启动的这种走势 一旦启动呢 就出现了一波翻倍的航行了 而且呢 在这种翻倍的航行过程中 也是有机会出现涨停板的 那这样的大黑马骨如何能够选到呢 其实它的选股条件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来说一下它的选股的条件 它的选股条件呢 大概有三个 首先呢 就是出现凹口平量柱 又是这种农月鱼烟的形态 然后呢 出现的是温量的突破 价格量能是温和的一种突破 当然呢 如果说出现了量能先突破 但是呢 价格还没有上涨 那需要等一个将来的回踩 再找它的一个启动的一种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图形 在这个图形中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大黑马骨 在前期的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住脊的这个阶段 在住脊的阶段呢 我们看到了出现了这种平量柱的这个状态 价格呢 是一个较低的震荡 然后呢 下方的成效量出现了凹口的这种状态 又是符合了咱们讲到的 农月鱼烟的这种形态 出现了这种形态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去把握它将来的一种比较好的这个机会 咱们看到的这个量能是在这个位置上 出现了这种平量的这个状态 那么在这个平量状态之后呢 咱们就看到出现了这一天的一个突破 而且呢 它在突破的时候呢 价格也是在这一天形成的一种突破 这两个位置上价格和量呢 是同时出现了突破 突破之后呢 就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上涨 小波会跳之后呢 再度出现拉升 再经过一段调整之后呢 又一次出现上涨 上涨的这个走势 也是非常强烈的 这种大黑暗的走势呢 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当然呢 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也有几个细节的点 需要去注意 我们最后呢 给大家去说一下 它需要注意的几个细节点 首先呢 这种凹口平量柱啊 它最好是出现在股价的底部 对底部出现了这种状态 但是我们特别需要的一种走势 然后呢 在出现了这种走势之后呢 后期的上涨和突破呢 最好是量价一起突破 当然呢 如果说突破之后呢 价格出现了一定的回踩 这个回踩呢 最好会要跌破出现的平量柱 对应的价格的这个支撑 如果说股价回到它支撑这个位置呢 那么在的启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这是对于这个方法的小小的几个细节点 我们最后呢 再看一下这张图形 在这个图形中 咱们也看到了一个明显下跌过程中 下跌到了底部形成的一个低点 5.4毛4 然后呢 出现了一波上涨翻倍的行情 那么在这个翻倍的行情产生的过程中 咱们就看到了龙月鱼烟这种战法的一个形式 首先呢 在下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根亮灯柱 随后呢 在这位置上再次出现一根亮灯柱 而这两根亮灯柱呢 是一种平行的状态 这是在一个底部的位置上形成的这种走势 在形成了这种底部的形态之后呢 咱们就看到了后期呢 价格慢慢形成的这种上涨 当然呢 在一开始咱们所看到的 它的量呢 是直接回去了 没有出现突破 什么时候突破呢 大概是在这一天 而这一天的时候呢 咱们也看到了 价格正好也是形成的一个突破 在突破了之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快的上涨 再回调之后呢 又一波出现的上涨的行情 这是呢 龙月鱼烟的这种走势和形态 那么今天讲到的龙月鱼烟战 大家可以仔细去研究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能够补得到将来即将起飞的大牛股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的内容 更多炒股干户和技术等你来找 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视频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其他想学习的内容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收藏加关注炒股不明 突然爆发的黑马虎 有的时候呢 是特别突然的 很多机构也是措手不及的 那么这种强势的拉伸行情 该怎么说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方法 虽然第一波的强势呢 咱们可能错过了 但是呢强势主意在建仓洗盘之后的二次拉伸 是我们不容错过的 学会这个方法 咱们也可以做到与主力同行 与机构同步 轻松把握主声量的行情 建议大家把视频收藏下来 以便于后期反复观看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长期收听我的内容 关注加收藏 炒股不明 收藏加点赞 情意永不散 我们今天的课程主题是快马加编战法 在形态上就是 股价呢 在底部已经开始涨了一大波了 在中间呢 是出现过连续的涨清版的 这种股票呢 其实是多数存在一定利好的 而这种利好 对于主力来说呢 也是出不及防的 主力呢 也就来不及进行建仓 那么他们呢 就直接用涨清版的形式 来进去吃货 在之后呢 股价顺畅的下行 出现缩量 再然后股价呢 出现止跌 起稳 走出主升量的行情 其实第一波股价的大涨 我习惯把它称之为黑马行情 之后呢 股价开始缩量回调 股价波动弧度越来越小 向或者长长的尾巴 最后股价呢 再次启动 我称之为叫 快马加编的行情 其实呢 对于这一类的股票 快马加编呢 多属于是主升量的行情 至少呢 是属于是二次拉升的行情 一旦把握住 那么我们就容易获得非常丰富的利润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图形 在这张图形中呢 是在初期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上涨 在上涨的过程中 是出现了连续的三根涨停摆 在之后呢 价格是出现了连续的调整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 在出现涨停板的时候呢 对应的量也是非常高的 这是符合了以涨停板形式吃货的这种动作 但是呢 吃完货之后也考虑到市场中的承压了 所以呢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洗盘 我们发现在洗盘的阶段呢 量呢是逐渐出现到了萎缩的状态中 甚至是到了接近的地量 那么这种状态呢 就反映出来了 这个位置上市场中的抛售筹码其实很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呢挂出了一条下降的趋势线 以这个位置的起点啊 包括这个位置的高点 或者说这个位置的高点 咱们挂出来了下降趋势线呢 也是碰到了比较多的位置 那么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下降趋势线 而在下降趋势线被突破的时候呢 咱们就看到了这个股票再次起涨拉升的一种预期 果然呢 在这个位置上突破之后呢 就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上涨 其实呢 在第一根突破的时候呢 下方的量能还是不太明显的 但是随后的这种放量突破 这种走势呢 就是量价起升 出现了一大波拉升的行情和走势 同样呢 那这种股票如何去选到呢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选股条件 它的选股条件呢 是有三个 首先呢 就是股价出现一波连续的上涨 出现一大波快涨 出现了连续的涨停 以涨停板的形式结束建仓的行为 随后呢 进行缩量的回调 在调整的期间 股价波动呢 是越来越小 最后呢 量能也是出现到了极致的缩量 甚至是出现了地量的这种状态 随后呢股价开始温和的上涨 甚至是出现了连扬的走势 这是一种比较强势的拉伸的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形 在这个图形中呢 股价从两块八毛九开始 我们的上涨 一开始的上涨是比较缓慢的 但是之后呢 出现了连续的涨情 在这个期间呢 四个交易日出现了三根涨情 这种突然爆发的上涨 其实呢 是有一定的利好的 而在利好突然来袭的时候呢 背后的主力也是来不及建仓的 因此呢 只能是在掌停板的这个位置 进行相应的建仓 而且呢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 在进行建仓的动作的时候呢 有一些投资者 确实卖出的量 还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 卖给谁了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呢 量非常高的这个状态 其实呢 就是背后的主力 而主力在出过的肩仓之后呢 就在随后出现了一波的起盘 起盘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位置上的量能 是在逐渐的缩减 甚至是出现了这个阶段的 非常低的这种量能的状态 我们呢 把这个位置的高点 和中间出现的这根高点 连一根下降的趋势线 在这两个高点 划出它下降趋势线之后呢 就看到了它的未来 可能会形成突破的这种走势 一旦这种走势被突破 那么后期可能会产生二次拉的行情 果然呢 我们在这个k线的时候呢 看到了价格被形成的突破 在价格被突破了之后呢 就出现了连续的长阳线 这个位置呢 其实也是比较多的涨停板的 在这个位置呢 也是比较多的出现了涨停板 一波就出现了三倍的行情 这就是菜马加电战法给我们带来的加速拉伸的这种 主生了的行情 同样的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也有这个方法的精髓注意点 要去注意一下 我们来说一下 其实呢也是有三个 因为这个方法呢 咱们刚才强调的是强势主义的建仓行为 所以呢 咱们要求的是这种连续的阳线 甚至是连续的涨停板进行的市货建仓 在他们建完仓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一般对应的下方的量能 也是阶段性的到了一个高位 那么这种情况下 也意味着市场中很多的跟风盘的一种追入 所以说他在后期呢 进行了一个小额洗盘 而在洗盘的阶段 出现的是缩量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缩量的回调 当然呢 在这个位置上 结合中间的一些高点和 一开始间仓阶段的高点呢 咱们可以画一条下降的趋势线 当这个位置被强势突破的时候呢 就有再次拉升启动的一个预期 也就是二次拉升的组成了行情 我们最后呢 再看一下质量图形 在这一波初步的上涨过程中 一开始呢 时之新股刚上市 在一开始刚上市的时候呢 量能也是非常平稳的 但是随后我们发现 在这个位置上继续的收出涨停板 但是呢 再继续收涨停板的时候呢 下方的量能也是开始不断的放大了 这种情况下 自然是里面的一些主力 在进行相应的一些健康汤的吃货 那么这种情况下 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呢 发现量能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 也就是意味着 有很多的跟风盘出现了 有一些散货呢 也跟着去买入了这些股票 但是呢 这种状态的时候呢 它本身就是采取了一种短线快进快出的这个动作 就是说为了把这一部分的筹码 为了把这一部分的投资者洗出局 所以说他进行了一个舒服的洗盘 在洗盘的过程中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量能柱呢 也是在不断的进行缩减 因为意味着之前进行短期交易投资者呢 他的这个交易的活跃程度也是越来越低了 而我们连接的中间的两个高点画出来的一条下降趋势线 当被突破的时候呢 也就是这个位置 有再次开始组成了行情的二次拉升 我们就看到了 在这一根强势突破 它的下降趋势线的时候呢 下降的量呢 也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这一根的涨停板 没有引起市场中太多的充满的注意力 也就意味着这个位置上市场中对于它的涨停 包括后期的拉升也是特别愿意看到的 随后呢 也就应市场的所需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的行情 在这个拉升的走势过程中 也是不断的出现长样线 甚至是出现连续的涨停板的走势 这就是快马加鞭给我们带来的主声浪的二次拉升的行情 好了 那么今天讲到的快马加鞭战法 大家可以回去仔细研究一下 特别是那些强势主力在建仓之后开始洗盘的一些股票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长期关注我的内容 更多炒股干货和技术等你来掌握 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问题 包括你有什么想学的内容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收藏加关注炒股不迷入